4月上旬是美国华府樱花盛开时节 在杰弗逊纪念堂潮汐湖湖畔 数千颗由日本政府赠送的樱花 奋力绽放 美不伸收 吸引大便游客在粉红隧道下 悠闲散步 采穿游乐 驻美代表处日前也在潮汐湖 举办台湾日 以制工方式和华府国家公园 管理处合作 驻美代表高硕泰 引领同仁及眷属 捡食湖畔旁的垃圾 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我们整个的驻美代表处的同仁 义工都非常兴奋 在这么一个春光明媚 樱花怒放的时节 我们可以一起呢 透过一个制工的方式 来跟国家公园管理处合作 那么一起来进行相关的制工的服务 高硕泰受访时表示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 尽管过去风雨岁月 但现在胜利来最值得骄傲的状态 希望台美恒久伙伴关系 能继续发扬光大 至于外船 我方向美方采购F16V战机 可能受到美中贸易谈判影响而延缓 高硕泰指出 台美之间各领域的合作与对话 一直持续进行 我想美方现在对于彼此的安全合作 以及军售的军购的合作呢 我们强调它的正常化 它的定期化 那么最新的一些采购的需求呢 我们都透过必要的程序 来向美方提出 我们的了解呢 美方也是根据 它必要的程序 做内部的审核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还是觉得很有信心 另外美国在台协会 AIT新管即将启用 美方参加启用仪式的层级 及人选 是否会有突破 受到外界瞩目 高硕泰表示 有多位美国国会议员 正安排前往台湾 参加桥迁之喜 至于美国官方的代表人选及层级 则尊重美方安排